何君堯議員 之前我們也花了50小時討論有關財政預算的修訂 昨日和今天也花了10小時 在這些期間裡聽到很多人叫維護法治 有些是律師,有些是醫生,有些是教師,也有社工 也有些是志士高人一等的黃種藍毛 實際上是踐踏這種我們香港的現在議事堂裡的法規 藐視了法律 建立了一個極差的社會負面和邪惡的榜樣 在議會上消耗了很多時間,浪費了社會的資源 也將我們現在的議事規則破壞得有論甚深 反問同事他們做的事是沒有成本 只是粗其口,只是動其手 只會搞亂這個議事堂的秩序 他們只說立場,而是不說有關憂鬱與劣 實際上是會拖離了香港 教壞和殘害了我們下一代 口口聲聲說政府無量、卑鄙、無恥、離譜 來去省亮了他們自己以為頭上的光環 令我想起有位長者告訴我 很多人跟你說這些說話的時候 實際上 他是在反映著他內心的世界 這種人總是思想負面 總是想事卑鄙 我覺得他們有少少,或者不是少少 人格是非常大的分裂 無能又無奈 唯有繼續去變態 他們以為不斷地形容別人是魔鬼 因為他們就會變得更加美麗 他們以為自己是從天而降 打救萬民的天使或者救世者 但實際上 他們是令我們全香港一起和他受苦受難 今天的財政預算案 我們總共花三千多億 當中裏面有52%左右 發起福利、教育、醫療 為何會說我們這樣的財政預算案 是一個不負責任 是一個無良、不顧社會公益的一個議案呢 誇大其詞 言中無物 只有一天說 為何我們拿錢來慶回歸 慶回歸為何不值得去花呢 作為中國人他們覺得好像很羞恥 我剛才聽到黃碧雲說 心情如同搞喪事 簡直是卑鄙無恥 你怎可以將香港回歸祖國 我認同是一場喪事 在5月14日 我們中國的領導人 招待過千名的海外來賓 出席一帶一路的高峰論壇 說不來的 最後都要來 死死地氣都要過來 說滅視這個 或者看不起一帶一路的前途 最後 日本的首相 親自都要 執筆 來 密咸鬆過去 讓我們國家領導人 那種不感到光榮 反而覺得羞恥的 只是給我一個感覺 他不是中國人 他以中國 的成就為一種恥辱 香港回歸20年 為一個喪禮 我不知道 是不是他家中 如果有人離去的時候 唯一一種喜事 如果是這樣的心態 愛不得 主席 順帶提一提 在現時我們的議事規則裡 有很多 繁雲辱節 有很多很勞累 有很多很臉腫 有很多很低效的 是時候我們要作出一個 洗心改革 洗心革面 全面地 改好我們的議事規則 避免了過去 六個月 我們在這個議會裡 在內 在外的居民 可以見證 是拖 拉 和是散 是要搞散的議會 為一個目的 顛覆我們香港的秩序 搞亂我們的穩定 破壞我們的繁榮 為他們口口聲聲的 爭取民主 如果這種民主 是他們心目中的定義 我覺得 今天我作為議員 在這裡 有責任提點他們 必須要 懸崖勒馬 香港人要爭氣 也不要聽那些 無謂的說話 你支持他 沒有支持 最後我們拿不到這個普選 實際上 他們除了喊口號之外 哪裏有實質上工作過 我要真普選 最後 他將他付諸東流 現在又回頭說 我要重新來過 我支持 如果你是誠心誠意 我未進來議會之前 我也已經提出 如何去爭取普選 我做我的方案 但我通過一個民主 有文化 的一種 制度下 雖然我的聲音 未能夠被採留 但我盡我自己所能 在合乎常規 合乎標準的情況下 盡了自己責任 結果是這樣的 最後我們要 要接受 以及去 接受這個 真正民主的精神 少數要服從多數 所以香港人一定要爭氣 不要再聽那些 口是心非 滿口 假仁假義 其心是惡毒 無窮 這種人的說話 我們受夠 我們聽夠 我過去在法律界22年 努力為行業發展 從不放棄 走過的每一個步伐 每一個步伐 每一個腳印 都不會磨滅 今天我也來到立法會這裡 為大家發聲 請你停一停 毛孟靖議員 什麼規程? 我很奇怪 為什麼議員發言 可以自吹自擂 這個不是規程問題 請你坐下 你不應該打斷別人的說話 何君堯議員 多謝 你按了鐘 你待會可以去駁斥他 何君堯議員 主席 往往就是 有些人 以虧程問題 而破壞虧程為實 這種社會的盲目 實際上很多 但是 在議會裡面 多一個都嫌太多 主席 本人 在這裡很希望 藉著過去自己 走過這麼多年 努力為行業服務的精神經驗 同樣為香港人服務 今天議政潛移 譴責那些 口惠而實不至 浪費我們香港 普羅大眾的時間 浪費我們社會的資源 和納稅人的金錢 予以糾正和痛斥 聯絡定期間 大陸聯絡 大陸聯絡 辭政司機閒 理想法例外 輸入選擇 任務局局長 多謝 職員 MING PAO CANADA.